我想這次颱風的來襲 基本上在演習期間 在演習之前 我們在計畫裡面把這個部分 有可能會產生的影響 已經納入計畫裡面 那麼整體的演習是依照我們統裁部的訓令 以及我們天然災害應變的一些現行作業程序 來去執行跟分配 這裡面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我們演習任務 是天候狀況來去做一些機動的調整 另外一個部分 則是我們必須要在救災的部分 把兵力做一個適切的調配 來完成相關的整備 那麼目前 東部地區受到颱風的影響是比較明顯 所以有一些海空的科目 我們也會配合整個颱風的狀況 來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在花蓮所看到的 可能只是本場的一個天氣狀況 但是它的戰術位置 戰機起飛以後的戰術位置 未必就是在花蓮這個空域 所以它的情況會比較複雜 我們的統裁部也會依據它的任務執行區域 裡面全程的一個天候狀況 來去做適當的調整 那麼海上病例的部分 從昨天的一些科目我們已經執行了 目前相關的科目還是依照正常狀況來執行 那麼當然統裁部對於整體的天候的快速的變化 尤其是在颱風來襲的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會引發的一些風險管理的因素 我們勢必會做一個非常嚴謹的考量 那麼希望讓整個演習能夠兼顧它的演習的任務 目標跟風險管理等等整體的因素來順利的遂行 我們最大化的去貼近實戰狀況去做演練 但是必須要跟各位說明 最大化的貼近實戰並不等於實戰 那麼在最大化貼近實戰的這種演訓狀況之下 其中一個考量的因素就是風險管理的因素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一件事 漢工取消的話有規劃到令澤齊在執行嗎 目前這個部分我手邊沒有明確的訊息 但是必須要說明的是這一次漢工演習最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 實兵實實跟實地 換句話說貼近實戰的狀況去演練我們所有可能遭遇到的這種情形 都是給我們官兵一個訓練的機會 包含天候的一個狀況 作詞以在此取消時代詞